明星的恋情真是扑朔迷离 7月24号23点17分 有媒体曝光正爽苦等胡言兵一个小时后 两人一同进入小区 期间胡言兵的摸头沙 更是让二人的催批本 猛喝了一口后糖 不到10分钟 微博热搜爆了 7月25号下午16点44分 一条胡言兵生死不与郑爽朗朗的微博发了出来 否认与郑爽复合 并且表示这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这条微博营造了一种郑爽主动求和的感觉 再加上郑爽在楼下等胡言兵时 又是抹口红 又是喷香水的 可见很重视这次见面 而发出来的这条微博 更像是在给现任做保证 啊 我和那个谁谁谁分干净了 你看 微信电话都删干净了 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一时间 一大批人挺身体正爽抱不平 胡言兵也太绝情了 耍麦子拉下脸来求他复合 他发这样一条微博也太不给面子 扎拿 然而 光还没完 今天 二人又双双背抱新恋情 胡言兵背抱和王莫涵的恋情 胡言兵方随后否认了恋情 同时 正爽背抱和这就是铁甲的三十总监张恒的恋情 被拍到的照片中 男子右手臂搂着正爽的脖子 偶尔也还有静我杀 板上钉钉 果不其然 不到一分钟 又抱了 再加上万年被热搜的张哈和鼓励内扎 三天时间 牵扯进来了六个人 这几个人的操作啊 真是无言以对 吃饱瓜之后 细思极恐 这恐怕是想倾尽所有替他们洗 白都找不到任何理由的千古难题 先来说说正爽 我一度也是心疼正爽大军中的一员 前段时间 还杀费苦心发自内心的写了一篇鸡汤文 替上妹子说了一番话 也比QSGD觉得那个极度缺乏安全感 缺爱渴望被关注 在爱情里准备到尘埃的正爽 就是自己的翻版 甚至 在正爽心恋情被爆之前 我都觉得 胡彦帝那把绝情刀 又将肆无忌惮的 在正爽还未成立的伤疤上 狠狠的割几刀 还天真的担心 正爽看到那条微博会多难过 会不会承受不住 或者想不开的抑郁症 直到看到他心恋情的曝光 我才恍然大悟 多么搞笑的笑话 生活被小康了吗 变成白富美高富帅了吗 主任CEO混成董事长了吗 人家是不是恋 负不负合 伤不伤心难不难过 干你屁事 很多人说 都不小了 谈个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正常吗 把前男友写进自己的书里 还无限回味甜蜜的一百件小事 有男朋友还等了前男友一个多小时 又涂口红又喷香水的 看起来把即将要见面的人看得很重要吗 然后再安心的接受前男友的摸头杀 呵呵 心疼现男友 这都能忍 一直觉得正爽是一个单纯直爽的人 现在看 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他是多怕现男友热度不够 连前男友 前前男友 前前男友的前女友都要吸血 可别说恰恰狗仔蹲点蹲到他 即便网友信 胡彦斌也不信 见了 一面 就被偷拍 全网通告胡彦斌正爽复合 胡彦斌没找狗仔 那还能是谁找的 死对头吗 怕是没红领你吧 就按桌注意操作 恭喜 成功博得关注 要说以前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演技一直被诟定 还可以替他平反一下 慢慢来 演技的提高需要时间 不是已经进步了吗 现在只想呵呵 操作这种事情最好操作了 三天时间 这搜爆了两次 还能说什么 无话可说 再来说说胡彦斌胡彦斌的才华是无庸置疑的 尤其在创造101中 认真专业的样子 真的很有魅力 男人认真起来的那种帅气 基本和颜值没有任何关系 正爽挨的 想必也是这一点 但是我们仔细回顾一下 这份恋情力的胡彦斌 是不是感觉很奇怪呢 一会儿暗嗓 一会儿支持 一会儿摸头沙 一会儿绝情刀 昨天还是一刀斩断情思的绝情狼 今天就是被前女友爱怕了 终于摆脱纠缠的可怜男 吃瓜群众都有点应接不暇了 这个奇怪大概是从2016年2月5日开始的 当时胡彦斌被拍到与墨星女子在一起 同时 传出了与郑爽分手的消息 之后 郑爽的爸爸盖光二人分手的消息 并且公开说 胡彦斌是花心大萝卜 感受到形象危机的胡彦斌 在微博发表了粪坑言论 虽然没有明说谁是粪坑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说谁 而且 这般话里 胡彦斌拼命想逃离的意思不 要太明显 奋力纵深意愿 以为越过山丘 结果发现是粪坑 像粘人的牛皮藏耍也甩不掉 虽然想吐身 为何还要拖泥带水呢 在郑爽把它写记处理的时候 还真心实感的表示支持你的事 一边表达对前女友的支持 一边又写了一首莫名其妙的歌 讲真 炒作炒不过明星 搞事情搞不过网友 来看网友的强势解读 不过最后的两句 意思真的很直白 不能回头 再见别再招手 除此之外 胡彦斌也在很多节目中 表达过不会复合 分手做不了朋友之类的言论 再来看这段言论 前女友不会复合 但是对方有需要帮忙 会议不容辞 都此生不见了 还能有事就找你吗 一边支持一边安等 做不了朋友还摸头杀 一直拒绝一直沾连 分手后上的每一个组织节目 都要激起正爽 都拼命想逃了 为什么还要急呢 安安静静的不好吗 非要让网友骂自己一番 再把前女友 前女友的前男友 前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 轮发拉出来接受好打 才能填补心灵的创伤吗 些话吧 累不累 娱乐圈里的纷纷扰扰 偷拍曝光 要说没几分炒作 恐怕都没人信吧 不管是自己找猴子 偷拍曝光 还是对方买热搜 又或者竞争对手死对头 阿湘操作 过度炒作 真的太败路人好感了 想想自己当初的真情实感 真的实在傻丽傻气 正爽本身自卑却爱的性格 我们不否认 也同情在爱情 与不断受伤的脆弱小绵羊 但这真的不能成为炒热度的理由 而对于胡燕斌 我们也不否认在这段感情中 受到了伤害 此生不再见的决绝 想必是伤到谷底之后的无奈 摸头杀的那晚 没有人知道两个人都进行了怎样的争执 既然最后选择了从此相忘于江湖 也挺真诚的放下 安静的作为音乐台子 就可以涮出天际了 不必到处提起这段互相伤害的感情 虽说爱情里没有对与错 但是拿爱情来搏舌头 真的很让人反感 一夜之间 从期待到心疼到遗憾再到反感 当时人有几分爱 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的爱 已消耗殆尽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